他独自穿梭在冷清的街道 孤独的感觉也随之不断翻涌 但显然 爷爷并没有察觉到孙女的一样 只是兴冲冲将花光养老前 买来的空气净化机摆出来 想要改善一下林森的生活环境 希望孙女的学习能更上一层楼 老人总是觉得 只要给予了吃穿就能让孩子感到幸福 殊不知林森最渴望的 其实是家人的关心和陪伴 他的父母已经在外地打工很多年 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回家看一看 爷爷奶奶根本不懂孩子的思念 三个表弟又年纪太小只知道顽皮捣蛋 许多心事无人诉说 林森也变得愈发沉默寡言 好在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老师欣赏的同时 还让他做了学习委员 然而最近临近考试 所有班级都在紧张学习 老师为了提高成绩 命令班上所有学生必须交出手机 林森负责搜查 很快便从班里的坏女孩身上找到了一步 他按照老师的要求交到办公室 却不了听话的举动反召来坏女孩报复 对方趁老师不备 一把扯过林森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 放学后又带着几个小姐妹 将她堵在废弃的教学楼 不但把吃剩的鸡屁股强行塞进她嘴里 还脱下她的贴身衣物 在上面涂满了辣椒酱 面对欺凌 林森早已吓得瑟瑟发抖不住的哭泣 可她根本没有胆量将这件事告诉老师和家人 只能默默把委屈烟进肚里 然而被排挤的孤独生活实在太难熬 为了发泄 林森渐渐迷上了到网吧打游戏 也是在这里 她认识了年龄相仿的小妹 女孩也是个可怜人 从小便被亲生父母一起 养父母虽然将她捡来养大 却只将她当成家里的保姆 不但不多了她上学的权利 还要她包揽家里所有的家务 照顾脑瘫的儿子 同时天涯轮落人 两个女孩很快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而林森也因为小妹的出现 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可林森万万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人出无害的女孩 居然会毁了她的一生 而自知犯错的达姐也在第二天一早向她道歉 甚至保证以后戒烟戒酒 就算生活再哭也会将孩子拉扯大 一边是丈夫的恳求 一边是即将要面临的贫穷 卓马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偏偏就在这时 女医生忽然找上了门 通知她手术已经安排妥当 只要有时间去做就行 纠结在三后 卓马最终还是决定为自己和家庭考虑 可她没想到自己才刚刚躺在手术床上 达姐便带着大儿子江阳赶来阻止 原来不止丈夫 就连儿子也只把她当成生育工具 卓马不明白自己为何不能掌控自己的身体 更不明白一番好意为何会被当成罪人 她终究还是没有拿掉孩子 然而心里却对这个家失望至极 为了得到彻底的解脱 卓马最终决定跟随妹妹到寺庙修行一段时间 一是为了散心 二是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 达姐和孩子们得知消息后赶来挽留 卓马没有回答 只是坚定不移地上车离开 没人知道她究竟会不会回来 达姐却相信妻子一定不会抛弃家庭 又到了开学之际 她卖掉一头母羊攒欺了学费 将大儿子送去了学校 紧接着又在回家的路上 给两个小儿子买了两只线红的气球 这是她早就答应下来的 两个孩子也对此十分开心 可气球刚拿到手不久 便意外破掉一个 与此同时 达姐心里的执念也开始有所松动 小伙伴们认为 卓马应该生下这个孩子吗 临走前 她望着低头玩手机的女儿忧心忡忡 母亲没有明说 但林森还是听出了其中神意 为了不让家人再担心 她最终还是决定好好学习 只是在此之前 她刚刚答应了 买她手机的男人约会 林森不想失信于人 也想趁此机会拒绝对方的追求 于是便趁着周末 来到了男人所说的地点 可林森万万没想到 这里居然是一家宾馆 男人还没说话便钻进卫生间清洗 吓得林森全坐在脏兮兮的背单下一栋都不敢动 但相比于之前的理发师 林森对男人显然有着些许好感 面对对方的温柔攻势 他很快便冷险其中失去了反抗能力 然而让林森绝望的是 男人居然在事后嫌弃毛巾上没有血迹 爱情的火苗还没开始生长便彻底熄灭 林森忍不住哭得撕心裂肺 可男人却丝毫不在乎 只留下几句羞辱的话便扬长而去 这件事让林森深受打击 他比之前更加沉默寡言 整日失魂落魄仿佛被抽干了精气神 偏偏就在此时 老师发现没收的手机丢失大半 他很快便查到了林森头上 而爷爷也被叫来学校商量解决办法 林森极力隐藏的秘密 终究还是被一个个揭穿 他羞得无地自容 面对同学们的责骂也只能忍受 可要赔偿全部手机就要拿出五千块 爷爷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只能回家后将那台空气净化器卖掉 又拿出自己的棺材本才勉强凑够 看着头发花白的爷爷 林森只觉得无比愧疚 他决定用好好学习来回报爷爷 谁知回家的路上 竟意外撞见警察带着凶犯指人现场 原来之前抢暴杀人案的凶手已经抓到 而让林森震惊的是 那人居然是第一次买他手机的买家 这一刻林森彻底愣在原地 而他的懵懂轻松岁月 也随着这桩案件的侦破迎来结局